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乡镇市公所停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光复乡公所仿祈祷而行 今天在户外为三对模范婆媳以及四次为模范妈妈举办盛大的公开表扬 某位妈妈都盛装出席,安心又开心的受奖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过程热闹又温馨 除了量测体温,戴口罩,光复乡公所更精挑细选 选在空气流通的聚会所办理母亲节表扬庆祝大会 让妈妈们很安心 防疫期间仍有许多乡镇市公所都停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光复乡长零清水考量全台疫情稳定 且花莲至今仍零确诊 因此高规格落实现场防疫措施下 今天特别为乡内三对模范婆媳 以及14位模范母亲举行盛大的公开表扬 地方各级长官,名义代表也都到场亲和祝福 每一位妈妈在家人亲朋好友以及各村村长的陪伴下 一一上台接受大家的表扬 现场热闹又温馨 厢长零清水感谢父母亲无私奉献是子女、丈夫、家庭以及社会的定心丸 厢长也期盼大家都能善尽孝道 报答父母之恩情 我们今天看很多年轻的网费 陪着妈妈来、陪着婆婆来、陪着阿嬷来 我们也希望说百善孝会先 忠诚出孝子 孝是最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 孝的人一定心中心准善念 我们也希望说今天来的我们这些 这些模范母亲、玩什么模范阿嬷 得完下一辈可以来孝顺母亲和孝顺阿嬷 厢长零清水邀请每位伟大的母亲 共同切下乡公所准备的这三层大蛋糕 分享母亲节气的喜悦 更不忘呼吁妈妈们在守护家人的同时 也别忘了照顾自己 场面温馨感人 我爱你 记者时遇澜光复采访报道